各位同學,我們現在來到2018年DSC M1的第八條 第八條是點型的問題 就是D元一個功能,再IN另一個功能 那兩個功能,LNX和INLNX,應該是有relation relation是怎樣呢? B是INNATE的功能,C是INNATE的功能 Y等於X-1乘LNX-1 X軸圍圍圍的面積 如果和X 屬於面積,我們都要計算一下 事不宜遲,我們先做A 左D 右加D 左,左D 右,X 乘X 再加DX LNX 通分母,即是1,就變成1加LNX 其實你會看到LNX 從這裡出來,如果把兩邊一起IN 這個X,這個IN LNX,這個LNX,這個LNX 所以我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調一調位,調了LNX 作主項 即是D LNX 等於D,這個東西減1 所以我調一調,這塊就等於LNX 這面IN,這個就是X LNX,這個就是X 再加C,所以這就是IN LNX的結果 D元再IN的典型,是一個問題 好,這部分,IN LNX over X 你會發現,一個分母的X和DX 可以混合為D LNX 即是這個和這個,等於D LNX 因為D LNX 等於1 over X,DX 所以這兩個東西,即是這兩個東西 混合在一起 好,那這個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是一個 一堆東西 IN 1,一坨東西 再乘D一坨東西 即是,這個就是一個 你當它是Y IN Y D Y 即是Y2 over 2 即是LNX2 over 2加C 那這個就是那個結果 一會兒,我在另一個項目做C 做之前,我就將這兩個結果 這個結果和這個結果 放回去看 因為都是related to 那兩個結果 好,C C be the curve of this 叫你找它的面積 由X軸圍出來 和X軸圍出來的面積 所以,我們跳下去 我切下去 所以,我們首先要找回X INTERSECT 先來解釋 先來解釋 兩個結果 因為一會兒要用 所以,我們要找X INTERSECT 先來解釋 先來解釋 設定它為0 設定它為0 因為X比0 所以分母不用理它了 就是這個東西等於0 就是1 所以,它有兩個軸圍 在X軸圍上 那兩個軸圍是1和2 E大一點,1小一點 如果這樣看,就是1,2 但它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這樣 要不就是下面 要不就是下面 這兩種情況 如果它再有其他C cost 那個X INTERSECT 它一定會計算出來 但它現在沒有 所以沒有的話 只有這兩個X INTERSECT 所以我們首先 看看那兩個範圍之間 是正還是負 1到2 E是2.7 我們可以分析2 這個功能 2-1 是正的 Ln2-1 這是負數 這是正數 這是負數 這是負數 那負數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整個功能 其實是負數 for all x 1到2 之間 為甚麼我留空這個位置 因為我要畫幅圖出來看 這個簡圖很簡單 1到2 之間 Graph 應該是這樣的 當然我不知道實際情況 但是 反正就是它在下面 因為整段都是負 所以要in面積範圍 然後in的功能 要外面多付 好 OK 好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in 應該和這些有related 所以 如果related這些 我先把全部都放開 先把全部都放開 xlnx-x-ln-1 那就足夠分開 分開1 2 3 4 你會發現 第一塊 抄出這個結果 這塊 抄出這個結果 好 負1的變成x 1 over x 變成lnx 所以 每次都放進去 第一塊就是lnx-x 就是わか於 這個 2 就是負1 就是ダ混成x lnx-x 且x lnx-x x還是2 1 他就是lnx-x 我們看看下一條